我口不能不叫 不能拳脚 我口在 如真就在 如真在 就没有人能搬到我们 被儿子糊弄 被手下糊弄 对老板装可怜 对同事装可怜 还得对学生装可怜 不断被儿子牵着鼻子走 不断替儿子擦着屁股 这是出唐至今言松带给观众的印象 但是这样一个人 是不可能在嘉靖朝的内阁修罗场里面 独占熬头20年的 老麦是他的伪装 聋哑是他的谎言 无能是他对全天下撒下的最大谎言 最高明的杀手手中是没有刀的 他们使用的刀法名叫借刀杀人 严松被勒令回家养毙 严士班甚至连内阁也进不去 严导终于到了身属存亡的关键时刻 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 严士班在内阁制防外 被私里建的石公公阻拦 气急败坏的他下令走人 拒绝向内阁递交功能 跟在严士班身后的 是罗隆文语焉茂青 这俩严党核心成员 但听到小哥老的命令后 他们却都已无略了 由于什么 由于要不要按照严士班的命令 对抗私里建 由于严党是否能在 接下来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由于是不是该改换明典 这就是乌合之众 与真正的政党之间的区别 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与奋斗目标 纯粹依靠利益纠结起来的团伙 是没有凝聚力的 他们只能同甘 不能共苦 属于高速发展时期 不断扩大的利益 能够掩盖所有矛盾与裂缝 然而一旦发展出现停滞 乌合之众 就会迅速从内部组统瓦解 严士班带人去内阁职防 示威的行为 就是想要昭告天下 烟闹的牌子依然想料 但是没有了皇帝的崇信 没有了严松这杆大棋 严士班的咆哮声 不管如何凋量 但真正掌握权力的人看来 也只不过是个 一拖就破的纸老虎吧 严士班以为 他能和他爹一起 兼扛大明两斤一十三审 但事实证明 大明两斤十三审 是在他爹肩膀上 小哥老顶多扛起了 一十三审理的那个一 于是真正的大明举重冠军 要出手了 小说解释说 严松有晒书的习惯 并对藏书摆放的位置 非常讲究 只是年纪大了以后 自己一个人干不来这个活 只有严士班能够准确记住 老爹摆放藏书的位置 从此严士班就成为了 严松整理书家的小助手 严松喊了几嗓子儿子 才反应过来 儿子被他拒绝进家门了 严松留在身边的下人 都是跟随他多年的心腹 但下人终归不如弟子贴心 而弟子又终归不如自己的亲儿子 下人们对自己唯命是从 弟子愿意花费时间心力 以封将大力之尊 来为自己手抄出几点 但只有亲儿子 才是真正的心意相通 知道自己了解自己 看着手忙脚乱的下人们 严松犹豫了片刻后还是下令将严士班召回 家境为什么要在剥夺了严松实权之后 进一步恶令他去居家养病 因为旅方徐接严松私下会面的行为 触及到了家境的底线 让家境感受到了威胁 严松明白家境的心思 所以接到命令以后就自我封闭 连儿子也不见 意再向家境展示 我只是一个任您拿捏的玩具吧 但是 徐杰在内阁接见张居正的行为 再次破坏了规矩 家境让黄鼎送去谜语 对徐杰发出了警告 而严松不但同步得到了消息 并且瞬间意识到 反击的机会来了 可有人他就是不受规矩呀 徐杰 今天下午不就在内阁见了张居正吗 不一会儿 严世帆就出现在了严松的厨房 下午他还在门外 对着老爹大喊 你不开门就别怪没人给你养老送中 现在他又无寸切换为了代孝子 进门二话不说 拢起袖子就干活 这一段小说的描写非常感人 从年龄来说 小哥老此刻也已经是知天命的老人了 而且是个沙发果断的狠人 但在严松眼中 却还是当年那个 让自己又得意又宠爱的孩子 直到严世帆开口 发出了同样苍老的声音 严松的思绪才飘了回来 把那个 那一卷 记十二郎文 那一卷找出来 我不看了 你给我念吧 念 严世帆虽然不是张居正这种 过目不忘的神童 但也是一代奇才 张口就向老爹背诵出了这段 韩昌鱼的名片 而这正是傍晚时分 内阁之房 徐杰向陈虹背诵过的内容 仅仅过去了半个时辰 自我封闭于釜底之中的严松 就已经掌握了内阁之房中 四夫与四天掌印太监的私密对话 这既说明了严松势力之大 超乎想象 徐杰的谨慎绝非多余 也说明了 陈虹这个名义上的锦衣卫 与东唐的头头 对真正的情报战争一无所知 他真的以为他坐上了掌印太监的位置 关上了内阁之房的大门 那他和徐杰的对话 就绝对安全隐秘了 当然 陈虹与徐杰的对话 严世帆是不知道的 无非还是在责怪儿子罢了 爹是老了 但儿子也没想在你老这个年岁 跟您招风惹雨 严世帆罕见的 武动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向老爹承认了错误 伟低烟田败露后 他的态度是 责任全在湖中线 我们可以扶起他 现在也可以踩死他 奉执买田事件后 严世帆的态度是 我在为严家遮风挡雨 你老去皇上遮风挡雨 可儿子一直在替你老遮风挡雨 为什么有的人看似 资质平平 但总能成事 而有的人天纵其才 但一事无成 因为成事有两大要因 一个是出色的计划 一个是强悍的执行力 我们总是习惯于 苦思迷想出一个出色的计划 但执行力往往才是更重要的 没有执行的计划 再美好都是水中望月 而不断的行动 往往能够把一个不咋样的计划 在行动中间的完善 这也是为什么 富二代败价的多 但成功的也多 因为他们有无限资金来兜体 他们可以不断的执行 不考虑失败的后果 严世帆的恐怖之处就在于此 他是大名顶激光二代 资源无限的同时 还拥有着强悍的执行力 无畏的意志力 以及出色的计划力 但是这一次 严世帆主动承认了错误 承认了他在不断的招呼无语 二十多年了 我们杀的人 关的人 爸的人那么多 爹想早点安度晚点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儿子要不在前面给你顶着 还有谁能替爹在前面顶着 从第一集开始 我就在强调 千万不要小看了严世帆 严恩家父子都是天生的演员 严松擅长表演装聋作哑 而严世帆最擅长表演粗毛 严世帆为自己不断招风惹雨的行为 进行了谨慎 数大招风 更何况 还是一棵杀人数 只有杀到所有人都未去 才能做到 树想尽 封就尺 但严世帆这样做 与其说 是为了替他跌顶着 不如说 是为了保住他自己 随着家境登仙的日子越来越近 严党已经走到了绝路 与两百年后的和声一样 严党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不动退休放弃权力 对不起老板不允许 抓着权力死不放手 那对不起新老板不允许 抓着权力 但是讨好新老板 那死得更快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 即将登基的龙庆皇帝 与两百年后的嘉庆皇帝 不但年后相近 而且在性格上 也有很多相似的软弱之处 严世帆不断招风惹雨 就是把握住了 唯一条理论上的深入 风望越大鱼越贵 他要让严党在风雨中 成长为一个龙庆皇帝继位后 也无法撼动的参天巨述 严世帆的行思 严宗是明白的 就凭你们几个人 到西苑进门去闹 那也就在前面替我顶住了 你爹也就一天不在内阁 你和罗隆文 严茂清就没有一个人 能进得了西苑来到门 严松的玉龙树教学开始了 严世帆试图在风望中 扩大罪的权势 而严松将告诉他 权势到底从何而来 如果说高汉文上任前 胡宗献对他进行的是 政治学启蒙课程 而高汉文落马后 女帮对他进行的是 政治学进阶教学 那么严松即将对严世帆开展的 就算是学术俱老 对清传地主的亲王相授 严松首先要让严世帆明白 这个基本事实 世人尊称你为小格老 但你能有这个称号 纯粹是因为有我这个老格老 你身上的所有闪光点 都来自于我的光芒 而我的全部光芒 都来自于皇帝的照耀 当皇帝转向照耀徐杰的时候 张居正就是新的小格老 严松既是在向亲儿子 表达自己的悲哀 也是在告诉他 我知道你闹来闹去是为了什么 但在我看来 你长成这么久 一点成果都没有 离开我 别说你这个小格老没人在乎 连命都可能保不住 严松人在家工作 情报天上来 不但掌握了严世帆大闹西院的事情 甚至连张居正和徐杰 违规见面的事情都知道 严世帆非常震惊 而严松提起这些 不仅仅是为了警告儿子 更是在向儿子展示 什么是掌权的成果 严松向演示般展示了 自己掌权20年的经营成果 那就是能对紫禁城内外了如指掌 这也进一步证明 当初毁迪燕田 严松看似是被严世帆门闭 但严世帆也好 正必称和帽台阳金水也好 都只不过是被严松借来的杀人之刀罢了 毁迪燕田成功了 他作为改道为丧的总策划总指挥 功不可没 失败了 那皇上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 都是臣没管好儿子 您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他一个面子 小说告诉我们 从严世帆的视角来看 这是五岁以前的严松 偶尔能够见到真正 但年纪彻底上来后 老爹就完全变成了个老朽 装糊涂装了25集 如今终于完全露出 猙獰面目的严松 只用了两段话 就让不可一世的儿子知道了差距 单好学生严世帆上线 严松不仅不慢地告诉严世帆 刚刚我让你背的话 是半个时辰以前 徐杰在内阁跟陈宏说的 严世帆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我问老爹 这是不是说 徐杰认为您老了 想和陈宏把你一起搬倒呀 严松扑斥一笑 向严世帆发出了灵魂考验 同样是调整领导人 为啥私礼坚一把手 加进说换就换了 而内阁调整 却要花费这么大的助招 因为再崩光了太阵 那也只是皇帝加奴罢了 谁来当最大的加奴 是主子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内阁是真正 在替皇帝分担治国工作的 知道为什么吗 皇上还离不开爹 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大明朝离不开你爹 严松再次展现了 他的恶龙头笑 执掌内阁二十年 能够对内阁执房的情况 了如知道 对严松来说 只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成就罢了 严松八二岁 精力依然充沛 事实证明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但是拥有良好的睡眠 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那在奉旨百田暗后 严松就告诫过严世帆 大明朝只有一个人 能够呼风唤雨 那就是嘉靖 因为大明体制 一切权力出自皇权 所有人头顶与心中 都只能有诸后通一个太阳 所有人都只是猪卡卡的玩具罢了 那么 要想让嘉靖只玩自己这个玩具 只将太阳照射到自己身上 那就必须要让自己无可取代 事实上 严世帆也是这样想的 他想要确保严导在欲望登基后 依然无可取代 但他的做法是 消灭所有竞争对手 而严松的做法是 创造别人不能创造的价值 国库的钱是严松替嘉靖弄来的 边关的安定是严松替嘉靖捍卫的 淘堂的和平是严松替嘉靖实现的 严松不会隐分身 这些事他没法一个人做到 但是他选择了用正确的人 去做正确的事 于是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只要用对了人 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对于高层统治者来说 人事权是一切权力的核心 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军权也只是权力的外在体现 即便是兵先寒信 也不可能直接指挥每一个普通士兵 依然要通过军官来实现对军队的掌握 而晚清的曾国藩为什么贝政委 是第一个能够动摇大清统治的清朝军事主帅 因为他的乡军是由大帅挑选统领 统领挑选部将 部将挑选民官 最后由使长去自己招募士兵 这样逐级建立起来的 招募的士兵还都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 所以乡军眼中自家大帅亲过朝廷任命的督府 这几年我把用人的权力都交给了你 你都用那些什么人呢 郑比昌 和茂财 严嵩是有意让儿子接班的 主要体现就是将人事权力交给了严世帆 从郑比昌和茂财到后来的高汉门 严世帆能够直接插出封疆达利的人事安排 放在任何王朝直接掌握这项权力 那都能在权力链上排进前五名 先学会用人 让国家机器得靠自己的人运转 再学会育人 确保替你运转国家机器的人不会背叛你 这样你就实现了育龙 真龙天子也得看你的脸色至国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蒙发政治时代 总是能够出现可以和皇帝掰腕子的 载相公侯 朝中大臣有大把势对我忠心耿耿的 门声顾虑和亲戚 皇帝当然要得门 客观来说 严世帆的用人之道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正确选择了对他有利的人 郑比昌和茂财 支持改道为丧 而他就想方设法弄走胡宗县 让他们取而代之 高汉文的 以改间这两难字解 有利于改道为丧 那就送去杭州当知府 上任前 严世帆还不忘先把人收为门徒 然后用了一青年最难拒绝的方式 赠送礼物 收买人心 高大人 这支笔送给你 可不是让你写字的 世帝书乡人家 传个代吧 哈哈 但严世帆的问题在于短视 他用人的原则只是眼下对自己有好处 但合格的政治家看待事物的目光 得要更加长远 昨夜浙江 八百里基地 送来了他们的口供 他们都把你卖了 你知不知道 老实说 严松这样讲话 是有点伤了郑比昌和茂财的心 不是我军不给力 奈何敌军有海瑞尔 郑比昌和茂财倒也不是主动出卖小哥老 全是被海瑞逼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折腾了这么久 严世帆能够使唤的高级官员 也就郑比昌和茂财两个人 身边的罗隆文烟冒亲也对他不绝对忠诚 这也算是严世帆用人失败的体现 马王这个人设历久了 脑子确实是会有点不正常 严松有浅入深 通过摆设时举例的方式 向严世帆传授了务动之术 然而小哥老一听到最后两句话 立刻上头 这两个狗是他 上班 我立刻叫人上班 我要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大名政治学学术带头人 国家特级人才津贴享有者严教授 掏出了压箱底的绝学 给严世帆上了一课 而严世帆却在随堂测验上拿了零分 这也就是轻负责 帮我大学导师 这会儿已经联系教务处 帮我办理退学了 严松极具耐心的 开始为儿子讲解试卷 权力的背后是责任两个责 严世帆出生的时候 他父亲已经是一代汉子 这是一个从小富贵到大的顶级官二代 而现在严松想要告诉他的事 你行使了用人的权利 那么你也得要为你用的人负责任 他们做对了事情你有功劳 那他们做错了事情 你也得用麻烦 只享受功劳 不承担责任 只有家境可以这样 当然在现实中 责任不一定总是和权力挂钩 这是因为一旦掌握的权力超过了某个界限 他们就能够动用权力来为自己洗清责任 严松接下来要传授的 就是如何利用权力来保护自己 严松让严实帆执笔写一份信 收信人是浙子总督胡东县 注意看严家用的笔加上面都是香珍珠的 魏公子严实帆对于向胡东县低头非常不情愿 他上一次执笔亲自给胡东县做文章 还是替胡东县起草辞职报告 严松告诉严实帆 不仅要写信给胡东县 还得泄情和赔罪 但严实帆固执地认为 改刀卫桑弄得一塌糊涂 责任全在胡东县 这就是典型的享受惯了权力 从来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的体现 天然地认为 自己只要发句话 多人都会照着自己说的去做 一切事都会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声 但是人是有私欲的 事情总是会伴随着意外的 格格的上位者做决策前 必须考虑清楚所有意外和结果 严实帆从来不考虑这些 一来是他的权力太大了 有太多人主动替他承担得证 二来严实帆的确才华出动 大部分决策都成功了 但是这一次 他的失败过于严重 没有人能够替他背过 会敌盐田做了天涅 要不是他九个县都淹了 几十万人都死了 查下来有多少人头落地 他一间把担子都淡了 这个情不该谢吧 胡宗仙疯红的行为降低了 毁低烟田的烈度 随后胡宗仙又在家境面前咬死 合道失修的说法 洗抓了严实帆的责任 所以严重要求严实帆向胡宗仙感恩 千万不要被义正词言 满口道德文章的言封骗了 九个县被淹 几十万人会饿死 这种天涅连家境都不在乎 更何况严重 又连胡宗仙的巡抚被罢免 那也是严重 在朝堂上刻意为之 目的就是剥夺胡宗仙对浙江的实际控制权 让郑必昌和茂财在浙江有茂谈的空间 陈一位 让胡宗仙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 执任浙治总督一职 这样 他既能够把握大局 又能够多出心思 用在脚窝上 李突然要求严世帆写信去讨好胡宗仙 不是他认为严世帆需要感恩 而是他严重 需要胡宗仙来付言导 拿出你写清词的那些小本事 就说自己糊涂 用错了人 叫他看在我已经老了 请他务必做好意见 杨金水就要押解到京市 让他一定在这半个月以内打好几仗 稳住东南大局 杨金水入宫意味着家境即将出关 那么许阶住在内阁办公 严松在家养病 陈宏战代思理建掌运的临时最高权力结构 必然会再次面临调整 严松必须要抓紧时间给自己拉票 严松这辈子用了很多的人 但事实证明 陈宵也就这么大回事 一群只能共富贵 不能共犯难的乌合之处 严松在危机关头 能够用来给自己加棒的法码 只有胡宗仙一个 严世帆还不理解 督当着这有什么好吩咐的 你不吩咐他一样打仗 但严松让胡宗仙做的 不仅仅是打仗 严松口述时 严世帆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震惊与惊恐 当初他口作毁地烟田计划时 罗隆文的脸上也是一模样的表情 真实的世界里 不存在小说中 那般环环相扣的连环妙记 原心隔骨皮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 每增多一个环节 意外发生的概率 就会以几何倍增长 同样是以天下之大事 谋自家之私利 严世帆弄没一身心臭不说 事情还没办成 而严松只用最少的环节 就能做成最大的事 而且没有任何泄密的可行性 当然前提条件是 胡宗仙会听话 镜头一转 开州的抗窝前线 这只总督胡宗仙 再一次清零战场 然而这一次 胡宗仙距离炮火的位置 也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近 就连窝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且向总督大旗所在的位置 发起了同意 胡宗仙已经收到了严世帆寄来的信 信的内容电视剧没有 小说里有 这份进小哥老的文笔 可以拿满分 他以余地自称 放下了面子 向胡宗仙道歉 承认了自己误了浙江 也误了国家 当然责任主要在我身边那些笑容 接着他转向了自己的老父亲 也就是胡宗仙的恩师 描述了老人家一把年纪 还心怀国事的辛劳艰苦 介绍了老人家对胡宗仙 到底活气重 完成了以上情感 铺垫后 严世帆才图穷避现 说明了自己的目的 但用词非常巧妙 仰寇自重这种事情 直接说出来 第一将来有被上乘的分线 第二也很难让道德凯罗 胡宗仙接受 但徐图进监这个说法 就非常体面了 把叮嘱女用兵谨慎罢了 这总不能办法吧 严肃的意思 胡宗仙当然非常清楚 也正因为对朝局过分清楚 胡宗仙此刻 才会陷入仰难的局面 胡宗仙一日不彻底扫除 宗南百姓就一日不得安稳 但早日扫除胡宗 又会让自己的恩师陷入困境 此刻的胡宗仙是真不想活了 胡宗仙最终没有死成 在军需不足的困境中 七七光仍然创造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其他都在战斗中 亲手杀死了 锦上十四郎的哥哥 锦上十三郎 七家军即将迎来 与胡宗仙的最终主战 相比 激动万分的谈论 赵真吉非常冷静 他手上的红宝石 不知道在哪里 但放大镜上的那枚蓝宝石 同样吸引目光 再来他身边的是 负责运送军粮的浙江粮道 三军未动 两跑前行 七七公想要鱼窝扣决战 那么军需问题必须解决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 可以知道 目前军饷缺额 高达三十万粮 而浙江翻库 已经空空如也 就连灰伤的定金都已经花光了 对于没钱这个问题 赵真吉提出了一个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那就抄家 立刻去抄 请问大人 抄谁的家 郑碧昌 何茂财 高达也是曾经的封疆大力 没有朝廷指令 一个小手这样两道 根本没有抄他们家的赶紧 他立刻提醒赵真吉 他正和二人还没定罪 没定罪就抄家 那也是犯罪 高达三十万粮 对不听话的手下 一贯是没有好脸说的 三日内军需送不到军营 单干系的就是你了 你就从家里拿五十万两银子送去吧 这 这是 这是怎么说 梁道官的反应 像其了一位故人 这 这是怎么说的 这是怎么说的 同样是逼手下人 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干事 海瑞和赵真吉是不一样的 首先海瑞上任前 田友路是纯安一把手 他有义务 确保纯安在里面有饭吃 所以让他去借粮是他的执着 其次 海瑞为田友路提供了 合理合法的执行方案 以县衙的名义 去找大户借粮 田友路负责借 他海瑞负责还 而抄正必称和茂台的家 是绝对的违法行为 首先正必称和茂台还没进罪 尽管被家境亲自下令骂过 但在法律上 他们都还只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 以次 梁道官只负责押解军需 筹措军需跟他没有关系 如果抄正必称和茂台的家 是个合理的选项 那倒开这么干 没理由等到山穷水尽才走这一步 网络购物买到了劣质产品 可以找商家的麻烦 找平台的麻烦 找生产商的麻烦 但你逼个快递贵甲一赔时 那就过分 不抄正必称和茂台的家 就抄你的家 小说这里有解释 这个梁道官在浙江干了好几年 赵真吉认为 他和正必称和茂台也有一腿 所以不愿意执行抄家 而在历史上 梁道 严道这类官职 也向来都是顶级肥缺 赵真吉的怀疑是合理的 但这种做法 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 毕竟这个梁道官顶多过去 和郑和二人一起享受过 沈老板赚到的钱 又不是他们亲家 没有理由到了这个地步 还要私保良人 这个建议是合理的 涅斯衙门负责司法工作 真要抄家 也该由涅斯衙门出具工本 然后派兵执行 但在赵真吉看来都是借口 从小说 以电视剧的描述来看 赵真吉逼迫有贪污嫌疑的梁道官 去抄贪污办的家 是正义行为 但我总觉得这个行为非常可耻 大伙对此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讨论 杨道官走后 谭伦再次提起了前方大捷的事情 赵真吉的神色依然非常冷静 谭伦立刻谱上一句 赵忠臣您坐镇后方支援前线 也是功不可摸 放心我也会替你请功的 谭伦不是故意拍赵真吉马屁 战争期间负责后方粮草军需筹集的官员 往往都能分到巨大功劳 尤其是在晚清 如果湖南在打仗 湖北的巡抚愿意支援一点军饷和粮草 那战争胜利后 简直能在功劳部上位列前三 但是赵真吉此刻没有心情谈什么功劳 赵真吉告诉谭伦 因为海瑞审讯供词 把内阁和司令箭全部搅了进去 现在两大东书都看我不顺眼 照这个事后来看 阿吴恐怕我马上就能辞职回家搞决策了 赵真吉实在诉苦 而一贯擅长说好话的谭伦 却完全没有安抚赵真吉的意思 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面对谭伦的质问 赵真吉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前两天给你看 你难道就能回话了吗 谭伦七的手都在抖 知道了怎么回话 那是一回事 但是完全不让自己知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故意隐瞒这种大事 往往意味着他还隐瞒了别的事 赵真吉确实隐瞒了 他的手上还有一份秘信 秘信的作者是张居正 让海瑞的供词如实上报 这是之前张居正入内阁时 与徐杰商议的结果 但赵真吉不仅仅是徐杰的学生 他还是大名的浙江巡抚 而斯里建与内阁给他的官方回应 是要求他重新审判 小说这里对谭伦的心理 刻画得非常深刻且精彩 这种关键秘信 张居正虽然只写给了赵真吉一个人 谭伦吃醋了 同时他也猜测 是不是欲望不想牵连自己 但赵真吉可比自己鬼精多了 如果自己不承担责任 赵真吉更加不会 经过反复思考后 谭伦才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使命 也就是导演 要求赵真吉执行张居正的密信 并且承诺愿意共同署名 然而海市那句话 人都是有思念的 不是提现末尔 有时候思念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意义 谭伦想到了自己和豫王的感情 而赵真吉想到了守护东线 胡不堂正在前方 统帅数万部族正与倭寇决战 我们却要在这个时候 将他已经审结的毁地烟田掀了出来 还要牵涉到皇上已经默认过的结案 这样的供词 以你我的名义再报上去 岂不说内阁和司令箭如何恼弄 奏成皇上 圣意是将胡宗宪揪出来问话 还是将你我揪出来问话 不要忘了 你和我背后都牵着欲望 沉默思索后 谭伦提出胡宗宪最多有个失察之最 问题不大 而抗摩虽然是个大事 但导演更是大事 咱们还是得要按照张居正说的那样去做 一份奇地一份密信 赵真吉思考了两天才拿出来 显然是已经有了决断 对他来说 筹措军需和五十万匹丝绸 这是皇上明确下达给他的指令 自然也是他最优先要完成的任务 这两条办不到 不要说导演 徐格老他们在朝里只怕会先导 欲望没有信 徐格老没有信 单凭那张居正 这两页八行书 我不会置朝局不顾 跟内阁和司令箭对着干 谭伦心中 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是导演 而赵真吉选择优先满足皇帝的想法 他们俩人一个是抱着拼丝也要导演的想法来的浙江 一个是抱着高低业力在皇帝面前留下好印象想法来的 所以产生分歧在所难免 身为暗插使 还能没法阻止巡护赵真吉 只能问他如果重新审案 谁来执行 当下的时局 现在在互联网上讨论明朝历史 有一个词是绕不过的 那就是文官集团 明管这个词在专业学术讨论中也经常出现 但在互联网上文官集团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 高度执行力 高度保密性 以弄死皇帝 弄垮大明为宗旨的恐怖组织 明代亡与党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明代文官战斗力强悍也是不真的事实 但在讨论盆党问题前 必须先要把握住一个历史事实 那就是明代文官擅长的是互相攻击 因为他们要抢夺从皇帝手里露出来的权力 但没有动力团结在一起去对付皇帝 毕竟斗垮一个皇帝 只会有新的一个驻驾皇帝 为了导言 以欲望为其制 以内阁赐府局界为带头人 在浙江组织起了一个查案战队 但成员不过四人的小团体 也分裂产生了四种想法 郑比昌和茂财 即将迎来第四次受水 因为无人可换审讯工作依然由海瑞主持 但高层的变动 延党的发力 不但会影响查案四人组的想法 也会让郑比昌和茂财 嗅到翻供的机会 只是在掌握着大明四大定律的海瑞前面 反抗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有趣 这些咱们下期再说 不要忘记三连支持 再见